柴木原位了 柴木原位了 我们后面这个柴木呢 那一般就是标准的说法 我们会说成解构 它就只能把这个数组 或者说对象当中的值 也是拿出来 但是呢 可以给它付给某些变量 就不光只是说拿出来 还直接给它付给变量 付给对应的变量 那把一个数组的数组多个值 我把它拿出来 分别付给不同的变量 我把那个对象里边的 也分别拿出来 把对象的属性 把属性值拿出来 我付给不同的变量 那主要是做这么一个用途 然后呢 这个结构呢 就是一个更加简单的写法 如果要自己写的话 你可能要通过数组下标 或者呢循环数组 一个一个取 那现在提问一个 非常方便的写法 那先看一下这个数组的 数组的结构 首先我定义一个数组 等于呢 比如你们是三四五 然后我现在呢 想要把数组里面的值拿出来 我分别给那个变量 零 然后呢 V R呢 这个B 等于呢 这个AR的 一 然后VR这个C 等于呢 AR的 二 我想要把你们值单独拿出来 分别给一个变量值 那我可能就得这么写 我得通过下标 取写 那每次取一个 把一个取出来放在这 那这样写呢 有点麻烦 有点麻烦 所以呢 为了实现这个效果 这是数组的一个机构 那ES6提供了一个新的写法 一个解构的写法 可以呢 对 VR 把你要生命的这些变量 A B C 放里边 等于 AR 这样写着 前面呢 我是把 要 把值拿出来之后 你付给哪些变量 我们把这些变量呢 用的中文号付起来 那前面可以放一个VR 也表示生命变量的意思 但这个VR呢 我们说它也可以审阅 不行 你像生命变量的时候 VR不写也行 但是推荐大家还是写上 然后呢 后边等于的一个数组 后边一定要等于一个数组 它就把数组当中的值 一个一个地拿出来 对应到前面的这个变量杀 那最终实现的效果 我们可以去打印一下 这个A B C 这三个变量 那就分别是345 直接就取出来了 那所以这样的是 把这个数度里面值 直接拆出来 并且付给了变量 我们前面那三个点的用法 只是把它拆出来 我前面是拆出来打印的 直接拆出来打印 并不能直接 一对一的付给变量 现在呢 用这种解读的方式 它能够把值解出来 把值拆出来 并且呢 付给对应的变量 它是呢 将数组中的值取出来 并呢 一一的付值 给呢 这个不同的变量 就这么一个写吧 这是这个数组的一个结构 然后对应的呢 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对象 对象也能够提供 那比如说 我先申明一个这个OB键 一个大货的对象 它里面有呢 这个A几 30 有这个Sax 来 那如果我想把它们呢 分别拿出来 我想放一个变量 就放A几等于呢 这个30 Sax 等于呢 这个呢 也想要实现这个效果的话 那按照以前的写法 我们必须是呢 用OB键点上A几 然后呢 这里是OB键 点上这个Sax 也有点麻烦 特别是比较多的时候 也比较麻烦 所以呢 ES6里边呢 它也提供了 这种解构的写法 我们可以用VR 那现在变成大不好 这是数族解构呢 就用中不好 是对象解构 就用大不好 大不好里边 我就分别放一个A几 一个Sax 让它等于那个OB键 那然后呢 就可以打印到呢 就有一个A几的变量 有个Sax的变量 A几就是30 这个Sax就是男 这样也能够把对象里面的值 取出来 付给对应的变量 但注意呢 这个对象里边 它要求比较高 我们说对象中 它的作用是将 这个对象中的属性值 取出 那B呢 一一复值给 和属性名 相同的变量 对这个变量名 和它原来的这个属性名 要一一对应 要相同 你取别的名字就不行了 那比如我们看一个 看看这个例子 我如果解构的时候呢 我不叫这个A几了 我就叫一个A 就叫A 和上面的形态 所以我这就叫A 那这样结果之后 我们再去看这个结果 把前面的去 打印没改变 打印A 那这样打印那个A的话 它就是antipine的 表示没有找到值 它会在这个对象里边 去找那个A的那个属性 找到它的值 它就找不到 所以呢 是必须 这个呢 变量名 必须呢 和对象的这个成员名 对应 它就 对象就有什么要求 然后呢 如果是数组的话 咱们还没有要求 因为数组本身下标是012 那我们可以的 直接判另外的变量就行 这是呢 数组它的解构呢 和对象的一个解构